这些动物有何共同之处? 比你能想到的多 有五千多个物种是哺乳动物 或者属于哺乳动物缸 所有哺乳动物都是脊椎动物 即都有脊椎 但与其他脊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 以下这些共同特征 这包括体温恒定 拥有脊椎动物的不同之处 包括体毛或者毛皮 能够使用肺部呼吸 以及给幼崽喂奶 但除了这些共同点 这些动物在生理上也有差异 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差异 是生育方式 我们从最熟悉的胎盘类哺乳动物开始 这一类别包括人类、猫、狗、长颈鹿 以及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 蓝精 胎盘是充满血液的盘撞固体组织 贴在子宫内膜上来帮助胚胎发育 胎盘在孕期能维持幼崽的生命 它直接与母体的宫穴系统相连 胎盘通过脐带将营养和氧气 直接输送到幼崽的身体 同时排出废物 胎盘类哺乳动物比其他哺乳动物在子宫内待的时间要长很多 比如蓝精宝宝在母体内几乎要待近一年的时间 胎盘保证幼崽在出生前的生命 当脐带被剪断 新生儿开始使用自己的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 以及废物排泄系统 刚出生的蓝精宝宝体长约23英尺 一出生就会游泳了 在出生之后的六个月中 它每天会喝掉225公升浓稠高脂的母乳 同时在澳大利亚 你会找到第二类哺乳动物 有带木哺乳动物 有带木哺乳动物宝宝刚出生时个头小且体弱 它们必须继续待在妈妈的育儿带里面 比如带幼 它是世界上最小的有带木哺乳动物之一 刚出生的时候只有18毫克重 差不多相当于30颗砂糖颗粒的重量 而另一种有带木哺乳动物 袋鼠每次仅生育一个软糖大小的幼崽 幼崽从妈妈的第三个阴道出生 然后必须爬到育儿带里面 这是它在接下来6到11个月中喝奶的地方 即便在袋鼠幼崽离开育儿带后 它还会回来吃奶 有时候袋鼠妈妈需要照顾三个宝宝 通常袋鼠妈妈在怀孕的同时 育儿带中还可以哺乳一个幼崽 在条件不利时 雌性袋鼠可以暂停怀孕 当这种情形发生时 它能产生两种不同的乳汁 一种给新生儿 另一种给更大些的幼袋鼠 哺乳这个词意味着乳房 但其实有点名不复识 因为尽管袋鼠育儿带中的乳头确实产生母乳 但是它们并没有乳房 单孔木也没有乳房 它们是哺乳动物第三类生育方式 也是最奇怪的一类 曾经有好几百种单孔木哺乳动物 现在仅存五种 四种真验 鸭嘴兽 单孔木这个词指一个孔 指的是一个用于生育、排泄和下蛋的孔 跟鸟类、两栖类、鱼类、恐龙 以及其他动物一样 单孔木动物是卵生 而非直接生育幼崽 它们的蛋壳很软 当幼崽孵出后 它们通过母体的细孔瞬息母乳 直到它们长大能够独立生存 尽管卵生以及其他进化特征 会让我们更多联想到非哺乳动物 比如鸭嘴兽的蒲族、鸭嘴 以及雄杏脚上才有的毒刺 但事实上 它们是哺乳动物 这是因为它们拥有哺乳动物的界定性征 且在进化上与其他哺乳动物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论是胎盘类、有袋类或是单孔木类 虽然各自有着既奇怪又独特的生育方式 但在过去的几千年 它们都成功地在哺乳动物的王国繁衍生息 不仅哺乳动物的分娩方式多得令人不可思议 而且这些动物的寿命也差异很大 蠕虫的生命只持续几周时间 而宫头鲸可以在海里存活两百多年 为什么会这样? 观看这段视频 一探究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